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写的 人有三不详 幼而不肯是长 见而不肯是贵 不孝而不肯是贤 是人之三不详也 后面其实还有一个三必穷 对不对 对 他前面讲的当然就是说 人如果你不肯做那三件事情 其实对你来讲是不吉祥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就没有 你没有认清楚 这个人成长碎变的一个过程 对你不吉祥 其实接下来后面又讲了一个叫 人有三必穷 那这个当然我们主持人就考我了 他这个也就是讲说 后面又举出了三件事情 说如果你一个人 如果你做到这三 做到这样的话 那你的人生一定是困顿的 那我们就看说他讲三必穷是什么 他讲说 为上则不能爱下 为下则耗非其上 是人之一必穷也 是 他说如果你今天你做别人的长官跟领导 但是你不能够爱护你的属下 或者你是别人的属下 但是你老是在背后 数落你长官领导的不是 像这样的话 他说你人生一定是困顿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他劝我们说 我们今天在上的人 我们待人 一定要爱护我们的下人 对不对 那同样的 那今天为下的人 我们不要再天天背后 数落老板的不是 那这个都是必穷 那他也讲说 第二个是什么 他说 向则不弱 背则慢之 是人之二必穷也 他说在面前 我当着你的面 我对你的不顺从 但是我在你背后 我就对你谩骂 他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 这个人也一定是 必定是穷困众生 第三个他讲说 知行浅薄 趋直有矣相选矣 然而人人不能推 知识不能明 他说一个人如果知识很浅薄 对于是非取值认识的 很不清楚 然后碰到了人人 他也不能够去推崇 碰到了很有智慧的人 他也不能够去跟人家学习 他说这样子的人 那他的人生也一定很困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寻止就是把前面所讲的三不祥 跟三必穷 他把它合起来 其实这个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 做人处事的一个准则 因为他讲的其实没有错 我们今天在职场里面 如果今天我们做老板的 做长官的人 不能爱护他的部署 如果部署 在老板面前应奉扬尾 但是天天在背后就讲老板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广播剧蛮厉害的 他全部都写进去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 其实所以经典里面 有的时候 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有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 就是说 你看这经典 就是我们讲说 其实我们今天在21季 所发生的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的祖先 在过去3000年 其实都碰到过 对 对不对 所以他们写下的东西 都是可以拿为我们今天 20季生活 包括在职场里面 而作为参考借进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广大 而且深邃的一个考古题的题库 是 那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 怎么去找到这些题库 对啊 来让我们现在的生活 过得更顺遂 对 你看这些 其实很多例子以前 就已经发生过了 但是我们后人 就是没有学习到先人的智慧 那反而一直在发生这些事情 这样子有点 有点蹉跎吧 对不对 就是觉得 你其实秘密可以 藉由古人的这个智慧 来避免你未来发生的这些事情 那就像 刚刚提到了这个 人有三不祥跟三必穷 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 创业的这个主题 其实 大家想要自己出去创业 无非就是要求 想要实现自己心中的一个理想 或者是你想要有功成名就 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连这个 刚刚这个六点 应该算六点了吧 对 这个做人的准则 都没有准备好的话 要创业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对啊 所以我们才讲说 其实创业 即使你掌握了某些技术 或掌握了某些business model 对 其实失败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对 因为在一个成功的创业 成功的企业要经营的话 其实它的条件很多 那不是我们每个人 在一时之间就可以 就可以做到 的确 现在真的没有一个所谓的 你照着这个方法走 你就可以创业成功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其实没有这样子的 我个人当然有点 想法 就是觉得说 今天之所以大家会去 创业其实是受到了 这个资本市场 就是说其实因为 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清楚 如果你今天在职场里面 你是帮别人做事的 那你这辈子呢 是不可能发大财的 对啊 就是说因为 在我们现在21世纪 如果你要发大财 你一定是要出去创业 然后经过IPO 经过资本市场 你可以在一系之间 才可以变成 这个那样的报复 那如果你不然的话 其实你就赚你那份薪水 不管你今天是 作为一个打工皇帝也好 对 作为打工皇帝 你也不可能累积到 那么多的财富 对 我们这个世代要交流一下 我们年轻人常常在讲 如果你领薪水 你领很多钱 你也只是高级打工仔 对 他只要给他名词 那当然你是打工仔 那更没搞头了 因为你做到打工皇帝 你说你一年 能够拿个一个零 养个亿 其实那个你现在 这个巨富的标准 不算什么 所以变成 所以变成讲说 我们年轻人都会很向往说 今天要去创业 因为透过资本市场 那是你可以平地起高楼 就一业致富的 对不对 可是 可是我们还是要想到说 其实人生的碎变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当时机没到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也还是要想把自己的本领练好 那才是最重要 像荀子刚刚讲的这三件事情 也不能忘记 就是幼儿不可事长 然后见而不肯事贵 不孝而不肯事贤 这一些 也算是一个古人的智慧 让大家除了资金 跟比较实质上的条件之外 在心性上面 也让大家更符合 创业的一个这种心态 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真的要创业的话 很多人是拉不下脸来 去向别人请教的 那柯明哥在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就是说今天 虽然如果你看了荀子之后 你还是想出去创业 一直非常的坚定 我想第一 当然你就是应该 多去参考 过去别人创业的经验 所以我们以前会讲说 一个人要成长 其实应该多去看 过去伟人的传记 看伟人他是怎么样 培养起他的人格的特质 他是怎么样利用 他的人格的特质 在什么事情上 坚忍不拔的去发展 最后变成成功 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也可以选择说 我跟这些创业家 在我之前的创业家 我们在个性上 有没有什么是类似的 我可以 因为其实根据 不同个性的人 他成功的路 其实不一样 对不对 当然只是 我们必须讲说 今天你能够找到的 都是别人成功的 也是 因为那些失败的 都不会有人去报道 就不会出现了 不会有人去报道 对不对 但是当然 那些成功的人 后来也有失败的 那也许会被报道 所以你要去多了解 在你之前 那些成功的人 跟有些成功之后 他又失败了 他是为什么失败的 那你在这里面 吸取经验 吸取那些经验 对不对 那当然我相信就是说 你要了解 你所想要创业的产业 它的状况 对 就是必须要掌握 很多最新的资讯 那你自己一定是要 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对 那当然就是说 接下来 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当然可以实地的 去跟在相关产业的人 去请教 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说 如果今天你有心创业 在某个领域创业 其实在那个领域里面 先去帮别人做事 做一阵子 其实不是个坏的idea 因为我前面所讲的 这些的准备工作 在你去帮别人做事 帮一个大公司或做事的时候 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学到很多东西 这样的过程其实就可以让你学到很多 那更何况在那个时候学 其实有人付你薪水 对不对 对啊 给你钱还教你东西 有人给你资源 对啊 让你去学 而不是说今天你要想到 你一在创业之后 其实你很多时间就是跟金流竞赛 你就是在 你就是在manage你的cash flow了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你背后就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我觉得说 学习准备 可以有很多地方学习 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还是可以想想说 是不是应该找个大庙 先靠着 等到能够自己翅膀硬了 对 那么再出来 就可以开始自己放心的出去飞了 自己出去闯了这样子 好 那在创业这件事情上面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对岸 我们中国大陆他们的一个创业的环境 其实是蛮蓬勃的 对不对 最近 对 当然因为大陆因为市场大 对 那如果我们台湾有很多事情 想要去学美国那种创业的环境 其实学不到 但是大陆相较起来 对 就是说美国那个地方的环境 他有些条件他可以做到 对不对 比如说你说天使投资人 对 创投 对 批份 这些他们的蓬勃发展 其实就不会比美国差太多 比我们台湾其实是要蓬勃的多 是 但是呢 所以中国大陆近几年呢 有这个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这个口号 那年轻人都想创业 对 那当然也都鼓励大家创新 对 那我每次看到这个呢 其实我就想到这个道德经 所讲的 说天下皆以为美就不美了 天下皆以为善了 就不善了 是 那如果一个社会 大家都在想创业 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件好事 对不对 是 那我们前面讲说道德经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什么 为什么叫做天下皆之以为美就不美 天下皆之以为善就不善 因为 对啊 什么意思 讲说 这个我只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讲说好 我们如果说大家在玩股票 那说玩股票的人 有一群人设立了停顺点 那他们的很好 对 他们赚很多 赔的时候就有停顺 他们赚很多钱 但是如果市场每个玩股票的人 都设立了停顺点 甚至都设同一个停顺点 那每天一定股市就崩盘 同样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例子 我们台湾把所有的职业学校 专科学校 通通都变成了大学 对 所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大学 每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 那同样的我们大学生的这个薪水 这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掉了22K了 所以今天道德经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 说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 就是有长短 高矮 胖瘦 各种不一样的东西 对 如果今天大家都去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毁灭的来道 对 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说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们社会的年轻人 通通都要创业 没有人愿意去帮别人做事了 那这其实也是个灾难 对不对 是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任何事情 不能够变成一窝蜂 对 总是要一个在多元里面 要有不同的平衡点 是啊 倒也不一定要真的出去创业 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对不对 对啊 那个 就像好像刚刚柯明哥举的例子一样 大学是一个 然后这种一窝蜂的事情 像蛋挞也是一个 大家都去开蛋挞店 去开漫画店 那到时候就是倒光光 是的 就像这个 我觉得这个 刚刚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 也很蛮符合 我们今天讲那个 徐子讲的这个 人的三不祥嘛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在你原本的这个公司 你的本都已经没有顾好的话 更遑论说 你自己要出去创业这件事情 好 那今天呢 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呢 人有三不祥 请大家先多学点本领 到时候呢 要怎么飞都可以 我们今天节目呢 差不多到这边 要告一个段落了 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穿越古今上班咯 我们下次见 穿越古今上班咯 是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透过古人直闯智慧 让你上班有意思 好 好 我们下班咯 我们下班咯 好 我们下班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